來看幾個就是Google Gmail有提供的特殊功能 有的部分是跟那個什麼 Google瀏覽器整合在一起 那我找這一個 比如說這裡 我撰寫一個新的郵件 那假設如果你有一個畫面像我們剛這個畫面我把它抓下來 我先把它抓一下我螢幕的抓圖 好我把這個抓下來 標準的通常你抓完了你會把它做存檔 然後這樣附件夾帶出去對不對 但是這樣真的有點麻煩 所以平常我現在 人家問我問題 我就是在上面好你問的可能是 好我們現在講的是這個 然後呢我就順便 把它告訴他你要在這邊這樣做 這個pickpick我有 我忘記有沒有跟各位分享過 平常我抓螢幕都是用這個 比較快因為是不用安裝 好我現在是整理好了把重點都標示好了 不用存檔 不用存檔直接複製就好了 複製 然後呢 回到我的信箱 不要客氣啦貼上就好了 我有沒有存檔 我沒有存檔喔 稍等一下這樣就出來了 我們這邊比較慢一點點 請問這樣有沒有進來 直接貼上是不是就OK了 所以真的不要再存檔 再變成附件丟了啦 沒那麼麻煩 那這裡有一個比較特殊的 倒是你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 如果你圖 有的時候可能比較大張 那你抓完之後要直接貼進來的話 你可以點到那張圖上面 直接在這邊就可以 做一件事情 你看喔 點到那張圖上面的話 他就有小 適中大跟原始大小 你可以在這邊自己 設定一下他的圖片的大小 那這樣的話呢 就不會有時候你可能太大張 會稍微占的那個空間比較大 雖然圖還是一樣大 只是他顯示的那個大小的部分 可以做調整 記得這個部分的話是怎麼樣 是用Google瀏覽器才可以喔 你用IE用火壺就不能直接貼上 就沒有辦法直接貼上 那第二個呢 他其實有一個功能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 因為有些時候 請問你寄信的時候 如果 你有 信件裡面有提到說 我夾帶一個附件給你 請問 你有沒有有過一個經驗就是 明明跟人家講說有附件 結果 還沒有夾附件就送出去 那你會怎麼辦 蛤 在補件 在補他一件嘛 不是嗎 事實上Google有一個提醒功能 如果你 信件裡面有提到附件 但是沒有夾帶附件 他會提醒你喔 他問你說 你要不要真的送出 那當然有些時候是真的 有提到附件 可是 是不需要夾帶的喔 你可以在哪裡 在這個 設定裡面你可以看一下 我看一下 這裡 沒有 他媽的 他PO 這個 我這裡 有些事 我真的給你 都 有些事 有些事 被捕在 沒有 ,